好那么那么下面单击就讲 咱们刚刚是不是给大家说了一下 这个super它是在多级层里边 是不是有这么个特性了吧 如果要说super它在单级层里边 会有这个问题吗 super在单级层里边其实就很简单 很好理解 没有任何问题 其实和你原来写这个复理的方式呢 复理名的方式是一样的 看着 在当前的这个里边有个parent 有个上1 然后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上2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 就要用super起来 想的甭想一定掉下 上1 那么接下来上1里边就用super 一定掉下 那么我要问你了 在多级层里边咱们通过这个类 咱们点下关键下关键mro 是不是可以显示一个远组了吧 那么我在这样单级层里边 可不可以有一个下关键下关键mro 这个东西可以显示呢 可以显示 依然没有任何问题 他们想要告诉你的是 只要是在python3当中 只要有几层 你就可以写上类名 点下关键下关键mro 可以看那个远组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听懂了吧 是一定可以看的 就这个类也可以查看它的 也可以查看这个类的 也可以查看这个类的 那我要问你 我写不一样的类名 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将来通过这个类 你再去掉用super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顺序就不一样了吧 你想查看查看 果然的上这个类里边 接下来掉 super的时候掉谁 你就把果然的上 点下关键下关键mro 如果你想查看上一 它里边的mro是谁 那就上一点下关键下关键mro 就可以了 还有一点 C3算法 没有任何必要去研究 不要拐了弯 你学习的重点不在C3 搞C元的人才去搞C3去呢 C元一个特点 基本上所有东西都是重复造轮的 Python不是 写个mro 写个什么东西 全部都是造轮的 C元 写个mro 写个排序 Python里边全部都自在 所有的C元里边 基本全部都自己做 所以说从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C3知道就行 那么咱们刚刚呢 就把这个super 在单级层里边的方式 我给大家强调一下的 单级层里边 没有什么要注意点 和写副例名字 没什么区别 那么同学在这个地方呢 简单的一个小总结 我这个地方也说了 简单的地方我也说了 想要在明白真正的super的时候 不要看单级层 你只要把那个多级层 我刚刚给大家画的那个图的多级层 你理解了 那么基本上多级层就没有任何问题 大家比方在这 有一个 在这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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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还有一个 来同学 他继承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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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继承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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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是不是也有这种血痛关系了 你不管怎么着 反正最终 如果你们要是合到了一个里边去 百分之百存 听清楚了吧 通过super 唯一一个大的区别就是他能够保证每一个类只会掉一次而不会掉多次 那每个类的方式只会掉一次啊 那么单击层里边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同学看一下有个面试题一下真的是个面试题 以下的代码会出什么 说出你的解释 说出你的解释 会出现什么呢 答案就摆在这了 同学咱们理一下啊 咱们理一下 我先答应这句话 来自于看 parent点 parent child的一才二点 这是负类 这是子类 这是子类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图的描述关系是最听了啊 以后再去开发的时候 如果忘记了这个继承关系 我建议你把这个继承关系这个图你给它画出来 一目了然 要比你去想要快很多 接下来我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parent child的插 child 1 child 2的插 那么请问parent child的插 这个是不是parent 他 那么这个插是类属性还是实力属性 类属性 类属性可以用类的名字访问吗 没有任何问题 这是类属性 我接下来parent的x 那百分之百就是取的这个类里边的x吧 x在这等于1 在这里边现在都没有 来他们吧 这是parent 请问我此次答应1 没问题吧 也就是说此次的这个1 那一定就是1咯 那么接下来的children1和children2 在两个子类里边的差 请问这里边有差吗 没差方式的 没差方式的 也就是说 你刚刚看见的MRO不仅是调用super的时候的一个体现 其实是当你在去找你的负类里边的属性以及方法的时候 它依然是按MRO那个顺序去找的 这么说理解了吧 当我接下来对这个类里边去找x属性的时候 它没有 那么没有它就会去哪去找呢 去到它的负类里边去找 那么它的负类依然是按照那个MRO的结论去找的 这么说理解了吧 那么因此也就是说 我children1里边又没有差 children2里边也没有差 我到谁里边找呢 负类里边找 请问 这个打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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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咱们现在看这个三个1啊 解了 来看第二行 children1.x等于2 请问这意味着什么 写上负类的名字等于一个值 是否意味着给这个负类 是不是相当于添加一个类属性啊 直白来讲 这个地方 添加一个类属性 那么当我接下来再去访问children1的时候 这个parent的时候 请问 咱们是不是一定会把1取出来啊 那么接下来我再去children1的时候 是不是一定会把2取出来啊 这百分之百的 你有了还会丢用负类的吗 当然不会了 因此2就出来了 那么这个呢 是不是依然是1 所以说是不是这是121了吧 那么最后的这个 怎么出来呢 看这个 当我加了这些这个代码 是parentx等于3 是否意味着这个地方 这个值是不是变成了3 那么这个变成了3了 我接下来parent 这个一定是3 没问题 children1呢 2 是不是取了他自己的呀 那这个呢 为什么是3啊 是不是也是 你给的负类的 我又继承了你 我接下来没有 我到负类里边去找 是不是就说明了 我确实是继承了这个里边的东西了吧 同学们在这个地方 这个继承呀 要注意一个观点 它不是复制 通过这个能验证 你懂我意思了吗 如果你要是把继承理解为复制 那就完了 为什么这么讲呢 如果我把这个哥们理解为复制 那么请问是否意味着 我这个地方有个差 等于一 我是不是这么理解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 请问这个地方是不是就等于一啊 你接下来 你parent等于三 你给的三 那么接下来你去取你的手 是不是应该看到 是不是还是一样 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了我继承的哪个类 并没有把负类的东西付过来 而是我去指向的那个负类 我将来去找到他去用里边的东西 听清楚了吧 这个地方要明确一个概念 继承不是复制 是我知道 接下来我要去他里边取东西 就可以了 切记这个观点 因为同这个地方是不是就能验证了吧 很多人我告诉你 这个地方这个直给你 他就不会写三 他写几了 一 就是三二一 而不是三二三 这是有区别的 听懂了吧 好 这个地方要切记 这是我刚给大家说的这个面试题 面试题这个 好了 两分钟 你一下 接下来咱们就讲 两分钟开始 好